美麗向前看 不要靠近了 主著拐杖 緩步前行 慈禧志工陳美麗 從六月中風至今 天天都這樣請坐復健 出去一點 來 為了幫助陳美麗恢復健康 法親們天天都來陪伴她 很感恩 他們來陪我 給我信心啊 而且就證我比較走路啊 比如說我會吃一遍 比較重一遍 因為這邊比較有力嘛 就會寫掉 改天走路就不好幹了 就一直在鼓勵她 講你不要放棄 你要加油 是講你 現在這個狀況 六個月是黃景時間 就希望她快一點 就是能夠好起來嘛 很開心 一直都看到她在努力 然後就是每天 看到她這樣子進步 其實這個就是 她要回饋我們的 雖然行動不方便 陳美麗還是積極參與慈激活動 法親家人承擔接送任務 我本來是覺得 我自己行動不方便 就想說 不要麻煩到人家 本來是不想來的啦 他們也鼓勵我叫我來啊 想可以來啊 有人在啊 我都在想一下就來咯 他們這樣有心 多來多文法是真的很重要啊 所以相信她也是有文法 所以她走到今天這樣子 她還是很堅強的那一面行 把滿滿的祝福化為動力 陳美麗更有信心 戰勝病魔 大愛新聞黃淑彩 蘇星儀 馬來西亞報導 謝謝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